我盡了你不滿意都不要緊,這是我盡了你可以回覆你的問題,好嗎? 不如現在很快的問題,我們先給一些未問過的,好嗎? 好嗎?然後先做,好嗎? 可能一會兒要回到大坑西那邊,先問一下,那邊就好嗎? 你問得太多問題,他答不了了,你問得太多問題,他答不了了 不如你先說一下,我先說一下 其實我對楊彥芬沒什麼興趣,但我想他可能是一個,不如教授,他可能是一個戰進主義,一個人的信仰盤員 首先,楊彥芬要提到戰進主義,首先,這些兩種運作,就是, 不過有一點好願意才可以,剛才大家聽過,例如說一下, 例如說過分,我來講完會不會認為,如果熱身戰進主義, 香港人對基本法律的問題是過激和過分的, 但我覺得那個王修很簡單,當時推薦也有過分陣容的時候, 選擇手是不可以的,如果這樣叫戰進主義的話, 即是要保全命令,而是否沒有人再去, 所以我們在理論上需要全程,即是那個民謀法復合, 即是那個民謀法復合,即是那個民謀法復合的, 我們是吧 各位廣誌,我也是一位提琴,也是一位國民 我亦想表達一下,我都很關心,對於一個基礎政治人 當時在網上,我沒有深究他們的網上傳政治議題,內容的示威 有時最容易看到一些議員或黨友或中央議員 他們說一些說話,很容易就會被人投出來,然後就說完了 有時我身上都看到,都已經很搞錯,都會說這些東西,或者是很不法智 剛才也很高興,一開始的時候,都聽到人家說 越來越來越知道建制派是甚麼人罵 因為我實在都在想,你都不知,知道你都會做這些東西 再加上一些圖的身份,我會覺得,因為我們都會說 做好的建制和傳統音樂分別 有時,如果我是一個,如果我是雷水貨,我看這幾個都會 可能我會想,我會不會想,甚至乎會失憂症,會影響到神奇的一個 我記得還要擦一步 我想看看你有沒有什麼問題 先去後面 然後再次 謝謝 很感謝你們的議員今天來了 梁師傅有三個行為想請求你 你剛才說上帝夫子要你做這個建制派 我就想問一下 為什麼有些人說上帝夫子要做民主派 我們看到耶穌基督是釘死的時候 有一個很強烈的權力差異 一個無權者給一個有權的欺騙 雖然他要導致盡了神字架 復活去衍覆了羅馬證明 或者釘死他這種不公義的事情 我們看到他跟我們更加不同的 但我們看到他就是賦苦的 但是這個苦是良心 掩著良心而言 這個苦呢 第二個問題 就是我想請教你 其實我都反對國國人 我都很愛國人 但是為什麼我不可以反對 就是不可以反對一黨專政去愛國呢 為什麼我不可以 我一個國家是不可以一黨專政呢 為什麼要逼我每一件事都要向這個國家去感恩 好像常常看的 什麼香港所言 好像那種上帝的救贖 是來自中央政府 但是我們最後可能不覺得是這樣 我們應該是一種對韻和那種對話 而很明顯 你立法會議員都不能和中央對話 是要選擇的 要選擇才是你的議員 即是那種態度和那種得性才行 這是一個選擇性 再一個人問 我們為什麼要發聲呢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想請問一下高達人教授 我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不太懂得做基督徒 為什麼呢 就是如果基督徒都盡量 以親一種建制 而去跪著溝通而溝通 而不說一些話 或者很低調之中的權力 而去說一些話 就是做一個道德人 或者做一個基督徒 其實可不可以是這樣 是否可以特定到信復著權者 信復著權者 信復著權者就是為什麼 我們就沒有實態 明白嗎 謝謝 大家好 我跟上個第幾天的題目的關係 就是剛才議員在談戀愛的議書 很好 我想起究竟人家的議書 就是意思自己 就是講煙之王的文化 所以我想聽到 很少人議員 就是信仰對於 你作為何議員 或者議題派 或者一個外洋界 派遍的人士 有什麼反省 或者是提醒一下 什麼 想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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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議員,你是建制派的利益,即是營產水利益,對於大黑西區問題的利益,你選擇哪一邊呢? 或是你獲得全國利益,假如得罪臣,是打黑西區問題的 對,不需太多說一下,我想問一下,剛才你說,根正是我們追求的 因為我們應該是真正的反應,我們應該是真正的反應 我們剛才是真正的反應,是真正的反應 這個其實是一個完美主義的一個國際的人 這個反應是一個比較單純的意義和評判 現在你會找到追求根定是可以不是輸的 還有我想問你怎樣去評價中美化 其實是一個法律的唐使,我想知道你怎樣去評價 還有我想問一下,請你先打一打黑西區的問題 首先我想要澄清問我問題那位女士 我不是大黑西的區議員 所以你沒有投票或是不投票給我 你說究竟選不到那位應該是另外一位人士 是不是 我從來講是九龍西 我不知道你們上年一年有沒有投票給我 或者是不需要知道 但我想你最好找回大坑西的區議員 去討論一個地區的議題 對不起,我剛才出來的時候已經和主持說得很清楚 我不希望大坑西是影響了今天這個論壇 四點下我們完了這件事之後 因為我和大坑西是影響區議員 所以你們要針對的應該是去年你們否決了 沒有當選的以前的區議員 是不是 那你們幾乎 對不起 我最首先要澄清一下 你搞錯的事實 雖然都是女士 但我又不想頭髮她是長頭髮 那第二件事 那第二件事 開始吞吞吞大家情緒不要那麼激動 因為真是我不當區的區議員 那首先要講回 這個我是主辦單位講得很清楚 講大坑西的問題 我們可以是完結了這個論壇 希望大家的議題是龍 因為我不是當區區議員 OK 好了 那就是 因為還有很多個立法會議員 你都可以繼續去追問所有的立法會議員 包括九龍西的 那 我只是參加過你們大坑西的英居民會 你們是 老實說 如果你們是很 真是想大家繼續去聽 你們是可以再搞 是一個比特勁 今天起碼來到最後十分鐘 我覺得都算是不理智的 你們自己應該考慮一下你們的區民會的情況 當時是怎樣 是你如果想多些人去幫你的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你應該 大家好好地討論 好不好 我不是當區區議員 我講得很清楚 好 那現在我們講回剛才的問題 第一 港政改 剛才你就是提到公民提名 公民提名 公民提名 我們都這樣說 我不是說香港現在可以做到得志 我只不過我現在追理想的時候 其實發治就是一個在世俗社會裡面 我們應該這樣 即是很簡單 即是很簡單 我都認為香港的發治社會 也都算是世界致敏的 如果大家提到這一點 不需要用打鬥解決問題 我們用法律解決問題 講政改是要講到基本法 基本法是沒有講過公民提名 你們一開始要求公民提名 那個發展是錯的 我都不算你們可以看回我去年 我是看華人學術網絡的名言 和九位學者提出提名委員會的改任 裡面是可以最後擴大到三百多萬人 都可以在提名委員會 但是那是一個中間的方案 要大家妥協 但是你知道當時大家說 什麼沒有公民提名 就不知道什麼 血包那時候上 我記得你的口號 這個是一個例子來的 其實我自己是提了華人學術網絡 九個 是經濟學大學的 我們都是發覺 進行出一個中間方案 但是沒有機會談 OK 第二就是講 在你剛才的一位說 那位中議員 我跟他不是同一個黨的 但是你可以說 我們都是建制派 但是我們不是同一個黨的 所以在這裡先講清楚一點 然後就是講到 這邊有些朋友說 我喜歡看議師鐵 其實我喜歡看議師鐵 它不是很長 亦都真是 它說它要變黃的時候 它亦都是霧險 它要做一件事 最近那位正念的朋友 那位正念的朋友 都會遞到一個信給我們看 因為我沒有正念的身份 給宗教局 它是說看 有些人在釋放的鬼 那它是正念 它是一個比較多 是跟中間溝通宗教問題的 一個基督徒的正念 我認為它亦都是 勞力大展開角色 但是 因此 講到又講 在另外太子狀態的問題 我自己從這個經濟 我就認為 其實大家應該保存 在印度教裡面 那十個選委的平坦 如果不是 其實那個溝通是更加少 我這個是沒有人的見解 你不喜歡也不要緊 但是 大家都盡量 希望去了解 那我就不是說 神呼召我去做建制派 但是 我是很清楚 有神的 calling 我是進入了 區議會和民立法會 當時我是一個 沒有黨派的人士 在我做了 四年立法會之後 尤其是我經歷了 海陸空那些攻擊之後 我認為 我是應該有自己的政黨 一次在2012年 我們組成了現在 這個新的政黨 所以 是有不同的法治 是不是說 海風照你一定要做什麼的 只不過 當你是去你的知識 例如我的知識面 我一定是更加熟悉 中國大陸的一個香港人 我也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我家是更加潛在戰 再見面容 那些家裡 就是阿爺 祖父親 就是那一代的香港 我們土生土長 我們都希望香港 這個一國兩制 這個自由 香港要明白 香港不是很香港的 但是我們自由那方面 香港是很大的事 如果這一棟水 你不喜歡聽 可能我也要說 這棟水 可能只有一盆 或者六成 你覺得 因為這四成 政治不關你的理想 你就要一路越走越驚 最後搞到這棟水都倒捨 即是 我看來不是這樣 我覺得現在這個還有六十個百分比 我們可以是 還有很多 可以利用現在 很多好的優勢條件去裝備自己 你要去達到 你說剛才有一位人士 是用耶穌 用十字架 他要去做了比喻 我想在世界上 沒有人是做到耶穌 他是我們大家追逃的一個對象 而今天的香港社會 你們都要將他等堂 問初的時候 中國水深所言 問什麼調身 或者什麼 我認為現在中國和香港 都不是這個歷史的問題 他有事做得不好 可能有些事情你還要跟他算上 每個政府都出現這些問題 我們在民主的制度 就沒有其他地方那麼快 特如現在中國是在水深所言 所以你就要完全變成四分五裂 或者再搞一次快樂聯軍 或者分分分 我認為我是見過中國人很苦的那種感覺 我已經認爲很苦 所以我重量口罪的發言 面對未來 我都覺得很辛苦很差的中國人 其實中國人很難得才走到今天 稍為有餐安樂茶飯食 然後你就要說 我們希望再一些常常現中 在法治 其實很多人都是我們 他一定是前備 剛才我說 我們是未到法治 他最多是法制 因為法制 他什麼都依法 當然也不依法 所以你要罵他 但是他依法 其實現在是依法 就好像香港的城環圈 所以說你要趕彭仔走 那你就是完全死板板 你都可以做 你不考慮 可能有一個大的政治效果 可能有一個引起中教界 又不喜歡 可能這個教界 我們也有跟他說的 當他是那個老闆的時候 他沒有考慮 做長月經 我們也有跟他說的 如果那個掌權者 他是越看得高 越看得遠 這些東西 是越多包容 大家相反的地方是一樣的 即是現在的情況 就是在省那裏 就是這樣 一個包容 我們也是會出聲的 出聲的情況 大家是各自不同的 有些人是可以去 好像今天 去中聯辦 沒有問題的 你去反應見 我覺得 我們同一類事情 都不同的人 是做不同的事情 跟我們一起 可能他才行得到一步 只不過你不要說 那個叫做 搞爛了那個 那個計劃 就是你煩了我 所以我很多人提到 例如說 接觸 就是會令我煩惱的 其實就不好 你可以照樣 叫樣 或者示威 或者什麼 或者你做一個很大的文章 可能他能夠接受你 這個意見 是當我們搞一個 接觸出來 然後說 你不接受我接觸出來的意見 我就發動大熱的接觸 要記得 那一生剛開始 其實大家都未曾說 很具體 那你就 用這種方式 例如你就算去探訓 大家開始就說 我們就站在這裏 如果不是 我就這樣 我就走下去 或者其實 有時候 會一樣東西 臉上 不是一定這樣 那樣的效果 是最好的 我呢 就不知道有什麼 是有 我覺得我應該相對 是答錯 最重要的是 認同性戀的問題 是嗎 認同性戀的問題 是認同性戀的問題 我說我不是很方便的專家 確實 但是呢 我身邊呢 的確是有很多 比我更加了解 一些比較信仰的活動者 他們一直在看著我 應該是看著我 我不明白的事情 我不會問他 甚至今天我來 我應該是準備了 究竟在這個問題 萬一每人問我的時候 我應該是能用 什麼的經驗 其實就是 我都不斷會問他們 這件事 因為他們是更加熟悉 基督教裡面最重要的精神 而我覺得是 羅馬書第一章 二十六節 是說得很清楚 包括 男同男女同女是違反自然的 香港和性戀是沒有問題的 你其實可以沒有自由的 沒有問題的 不是來事任 有人干預的 而我自己 有一個 是有同性戀 兩的人 一起工作 或者做過的事 我是有的 那些人 我是朋友 但是 我在他面前 那些人 都不一樣 用立法的方式去解決 你的問題 這件事可以說 因為我在法律上 原案立法之後 那個真的會產生更多的受眾 甚至很多 特別是夢者 或者宗教界人士 他是站得很強 反對和性婚姻 那些立場的人 他是很擔心出現 就是 真是 我們就是在大陸的廣談 在大陸的廣談 都不能說 在外國事實上 立法之後 就有這些問題 一次我一直都可以說 我們也有 Mediation Center 即是調解中心 不是說今天風質不道 但是 今天就是